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椰菜肉丝炒韩国粉丝 六中大白的椰菜 台湾叫高丽菜 内地叫卷芯菜 质地爽口大甜味 最适合用来炒 选它最好选结实 完整的 这样就吃到最爽甜的滋味 先将椰菜切丝 再放到烧鸡里 用水冲净 猪肉切条再腌 下盐 糖 胡椒粉 拌匀 接着下水 蛋白 继续用力搅匀 然后下生粉水 搅匀 下油 麻油 再用力搅匀 大火煮滚5杯水 下韩国粉丝 搅散它 盖盖 熄火 焗7分钟 将粉丝冲2分钟 平干水分 中小火烧热锅 下1汤匙油 搅匀4周 再倒入蛋浆 搅匀蛋浆 煎20秒 反转 再煎10秒 拿出来切丝 中大火烧热锅 下油 少许盐 和姜 下芽菜 炒30秒 蘸酒 再炒15秒 放在烧鸡里 停干水 继继续 用中火 下油 盐 洋葱 炒到洋葱 是半透明 将它搓到一边 然后下少许油 蒜头 干葱 爆香了之后 下葱白 再炒 再蘸酒 下椰菜 炒45秒 全部拿起 中火烧热锅 下油和一粒蒜头 爆香 下猪肉 等40秒 再反转 再煎35秒 炒均匀 转做大火 下粉丝 不停炒45秒 再下椰菜 洋葱 不停炒45秒 下调味料 炒均匀 再下芽菜 红椒 蛋丝 炒半分钟 这样就可以吃了 dated 哇